您好,欢迎收看3月31号大花莲地方新闻,我是陆宇慧 花莲县体育会在南宾太平洋公园举行的2024花莲山海情亲子见走悠游行的活动 上千人齐聚在南宾见走悠游行 现场徐正卫,习同立委夫婚旗出席 陪伴花莲乡亲度过健康活力的悠闲时光 花莲县体育会并且在南宾太平洋公园举办2024花莲山海情亲子见走悠游行活动 午后南宾太平洋公园陆续涌入人潮 现场有各个单项委员提供运动体验以及原住民舞蹈表演 为今天见走活动解开序幕 在运动健身委员会以有氧健康带动之下 全场即将进行见走完生 现在的这个南宾段我们就是一个共荣的公园 未来在今年我们会执行的是我们的成人运动园区 还有我们我后面的鹦鹉罗区 让我们整个太平洋公园成为我们这个大家都非常非常喜欢来的地方 尤其是其实现在每一天无论是早上的早上的晨运 或者是下午班王甚至到晚上都有很多人来到我们太平洋公园 无论是花莲县或者是这个全国很多的好朋友都会来 这已经是一个著名的运动观光休闲的景点 尤其是这个亲子的景点 我牵小手 请尊所主前面看到全部是姐妹 每一个人都两个眼睛看着我 还有右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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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这边 有一个礼拜回来一次了 希望大家走得健康走得快乐 花莲一天比一天更好 我们一起加油 谢谢各位 现在许中文以及立委傅坤吉和大家迈开大步 沿着南滨海行自行车一道往北 将每轮滨海公园折返 全程五公里 工作人员也在中间发生摸彩品 参与进手民众 可以说是彼此加油打气 记得交易华丑老